朋友们大家知道我自己是有台梦想家对吧 那为什么当时选它呢 是因为在一众的MPV车型当中 梦想家还算是比较有个性有格调的一台MPV的产品 所以说当时就买了 并且呢实际的产品也并不弱 像什么PHEVA空旋CDC这些东西全都有 但是现在呢全新梦想家出来了 会发现它很多的升级点真的是我现在迫切需要的 不管是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配上了 那这一次变化真的还是非常大的 那简单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首先从造型设计上很明显这个前脸不太一样了 那大家知道之前的劳斯莱斯的农舍庙的那个前脸 它是有多少根这个树状的条幅吗 大概是20多根 那现在呢梦想家是34根 所以说再配合上这样的一个镀铬的颜色的话 就会让整个前脸显得会特别有气质 那这个也是MPV独特的这种 能够塑造出来的造型的设计风格 再加上logo可以被点亮 还有蓝图非常标志性的这个机盖上面 这个线条汇聚过来 所以说这个就让前脸显得还是比较独特的 然后这一次呢梦想家是在车身的外观颜色上新增加了三种 一个是青色 一个是金色 还有一个是灰色 那现在我们拍到的就是灰色 这个灰色还是挺有质感的 就让这个车显得会比较的紧绷 还是比较个性好看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车在其他的造型部分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了 尾部呢依旧是非常方方正正的一个造型设计 我相信这个也是梦想家现在比较独特的一个尾部的设计风格 尾灯这块有一个层次感的设计啊 外观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一次全新的蓝图梦想家将会和华为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 它的激光雷达有可能会上到这台车型上 当然现在我们实派的并没有啊 如果说是那颗单颗激光雷达的话 可以实现ADS3.0 像之前我们在响截S9上也去体验过了 全国的环岛掉头 甚至说能够从车位当中直接开启支架就走出去了 所以说也是为MPV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支架的能力的提升啊 那我就在想 那之后的话 很多买MPV的车主们有可能会雇一个司机是吧 那现在拥有支架之后 你还会不会再去雇一个司机呢 很好奇 全新的蓝图梦想家在内饰的布局上变化真的非常大 以前呢 这儿是有一个机械的换挡机构 那现在变成了一个滑挡 也就意味着这块空间就流出来了 就变成了双50瓦的无线快充 所以说这块功能性提升了 还有最明显的是在哪儿 就之前的这个屏幕呢 大家比较吐槽多的 就是它黑边比较严重的 现在是变成两块连屏了 就和理想 包括说像蓝山这种车型看齐了 几乎是一样的一个布局啊 而且呢 这个屏幕呢 它的黑边非常小 大概也就是5.5毫米 并且这个屏幕非常的薄 9.5毫米 所以说质感 视觉效果上 一下就提升上来了 另外呢 就是8295的一个芯片打底 让这个车它的基础的一些功能 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响应性流畅速度 包括说主界面的这个3D的渲染 这个真的是非常考验一台车 算力的一个东西啊 这台车它还支持一个可见即可说 因为是8295芯片嘛 所以说算力是完全支持的 还有它的AI的语言大目 其实也加入进来 你可以问它更多复杂离谱的一些问题 还有呢 它也可以帮你去作画了 比如说 主架请说 帮我画一张蓝图梦想家的图片 好的 正在绘图 请稍等 原来AI的脑子中的这个梦想家 是长这个样子啊 好吧 另外就是这两块屏幕呢 它们各自分管的功能 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中间这块主要是以控制为主 这块呢 主要是以娱乐为主 但是呢 这两块屏幕之间也会有些互动 比如说 你打开AI之后 这两块屏幕可以共享 甚至可以和后排的 中排上方的这个西顶屏 进行一个三屏的共享啊 还有呢 因为这台车 它是前面是一个仪表盘 前面是一个HUD 那整个这几块屏幕之间 它们的信息也会有一些互通 所以说这个就是 全新梦想家的一个 前排的一些布置了 那相比于之前来说 最大的变化就是这块屏幕 那现在呢 冰箱踩电大压发 已经具备一项了 踩电有了 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 它的冰箱和大沙发 到底在哪 踩电有了 那大沙发和冰箱 到底在哪个地方 那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原来是在这 这儿呢 是它的一个冰箱 打开会发现 它的容积还算是不太小的 13升的一个容积 它是比较长 而不是说比较宽的这种啊 里面放了各种东西 而且呢 它是可以支持 0下6度 一直到0上50度的 这么一个区间的一个温控 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冰箱 这是一个开口 如果说你打开前边的扶手箱的话 又是一个开口 也就意味着 这个冰箱 它是有两个通道的 你可以从后方拿 也可以从上方拿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并且呢 当你打开上方的这个开口的时候 你后方是没有办法操作的 所以说 这也就是一个双保险的一个设置啊 那这样的一个设定就会让前排和中排的乘客都能享受到这个冰箱的一个便利性了 所以说现在冰箱有了 不仅是有了 而且还很有创意 还很实用 是吧 好 那现在再来说 它的大沙发是在哪个地方 很明显 就是现在的这个位置了 但是这一次的梦想家相比之前呢 最主要的提升是在于它的两个扶手屏 之前是没有的 在当中你可以去看得到能够设置非常多的东西 比如说空调 座椅的一些设定 包括说音乐 还有些设置 这个扶手屏真的是极大程度的去提升了它一些科技感啊 这一次呢 也新增加了副驾驶的一个一键的零重力 只要一按 这个时候 它的座椅就可以变成一个零重力的方式 这样其实在第二排乘坐起来会非常非常的舒适啊 当然零重力最重要的配套是在哪 是在这 这也是有一个屏幕的 这个真的是完全瞄准了理想的车型啊 这个屏幕呢是一个吸顶屏 你可以通过语音让它降下来 也可以通过这个扶手屏让它降下来 缓缓的就降下来了 那首先从尺寸来说 这是一个17.3英寸的屏幕 并且分辨率3K 所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 那你怎么操作它呢 可以通过滑动和触摸 也可以通过 比如蓝牙的遥控器 这个就真的太老板了 这个真的如果说躺在这的话 我觉得要比像什么手势控制啊 或者说纯语音的话会更加的便捷一些啊 毕竟有的时候传统的还是比较好用的 那这个屏幕呢除了说这个角度 你也可以去设置 它最大的角度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这样的话 当你躺在这个地方 开启零重翼之后 这个角度就会非常非常的舒适啊 而且这块屏幕也能够和前边的两块屏幕 进行一个联动 所以说现在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了 这个就是它的第二排的一些表现啊 除此以外我们还是回归到MPV最基础的一些配置功能 那比如说现在它的前排的小桌板当然也是有 而且比较细心的是小桌板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卡槽 那这个卡槽你平时去卡一些手机 放在这放平板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设置真是非常非常细心啊 那本身呢蓝图的梦想家这台MPV 它其实在车内 尤其二排的人机工程学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那首先这个通道 它的宽度是180毫米 所以说进出23排的话 这个通道还是比较宽敞的 另外整个高度1330 如果说架里边有1米2的小朋友的话 完全站直在这个地方也是OK的 那说完这个第二排之后 把视线放在第三排 其实这台车的第三排这次也是新增加了很多的配置啊 从空间表现上来说 如果说想要获得二三排都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 腿部空间其实还是有余量的 当然头部空间它是怎么解决的呢 它可以让它的后排的靠背角度 尽可能的去往后躺 这个角度是非常大的 这样的话头部空间就非常宽敞了 而且所有的操作全都是电动条件 并且也可以支持一个电动的前后条件 这个让第三排的尊享程度一下就上来了 同时呢 自己的加热也有 电动的控制按键也有 甚至还有后排独立的充电口 还有杯架 还有独立的空调触碰口 所以说第三排依旧也是比较舒适的 那这个就是它的第三排的一个表现了 所以说 现在这台全新的蓝图梦想家 冰箱彩电大沙发有了 如果说再加上 之后和华为的那个制价的合作 以及说座舱的合作 那我相信 现在的梦想家 目前月销3000 那你说之后能不能卖得过 928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